古话说,得民心者得天下。 那么,常常听到老蒋丢了大路,主因还是失了民心。 而到底这话是怎么来的呢? 从抗战胜利后,全国亟待和平建国,恢复民生。 当时首要任务之一,是接收日本投降装备物资及恢复统治。 而最大问题在于接收的方针,及接收官员的道德品质上。 此时,国民党立即派遣军队和大批官员到达收复区,在没有受到监督的情况下,在接收过程中,趁机大捞一笔。 如北平接收时,入库数量不足五分之一,其余大部分都被接收官员占据或变卖,狠狠大捞一笔。 给收复区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,并被老百姓嘲讽为三杨开态及五子登科。 三杨,指接收官员们,捧西杨,爱东杨,要献杨。 五子登科是指他们只对五子感兴趣。 要,金子,房子,车子,女子,位子。 如此五子登科式的大接收,在中国如火如荼的上演。 中央的接收大员变成结收大员。 沦陷区广大民众感叹道,想中央,叛中央,中央来了更遭殃。 在一片胜利声中,这样的接收方式,为日后内战失败,埋下不定时的炸弹。 由于战后经济尚未得到恢复,又马上爆发了全面内战,人民根本没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和机会。 在几年后,蒋介石反思说,我们的失败,就是失败于接收。 如此变样的接收,在台湾更量呈影响深远的228事件。 而除了接收变样之外,此时通货膨胀现象也十分严重。 当时,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规定收复区的违逼兑换法币, 但因高估法币会价,整体兑换率失调,与其他地区会价明显不一。 造成民众及官员涌进收复区抢购物资,甚至囤积炒作,造成无法遏止的通货膨胀。 收复区多数民众的资产,大幅缩水,甚至倾家荡产。 如此对收复区的百姓资产造成极大的伤害。 1945年9月27日,《大公报》指出,这种行为几乎把金户一带的人心丢光了。 1946年3月,宋子文开放上海黄金市场,全国各地资金疯狂地涌进上海,抢购黄金。 有钱有势的军政长官,更是动用关系大量抢购。 宋子文又下令中央银行开半生产贷款,而这些贷款大部分落入权贵手中,被一座黄金投机之用。 以上形同纵容权贵抢劫国库,让黄金价格如脱江野马般失控上涨。 央行虽然每日抛售金条,但仍无法遏止黄金涨势。 至央行黄金水未见底,没有黄金支撑的法币变成废纸,黄金一停售,物价又立刻狂飙。 以法币100元来看,1937年可买两头牛,1943年可买一只鸡,1945年可买一条鱼,1946年可买一颗鸡蛋,对比至1948年物价上涨600多万倍。 从1947年,上海学生开始提出要饭吃、要和平、反饥饿、反内战的游行,致各大都市学生和民众纷纷响应。 此时的国民党统治已从根本上动摇。 恶性的通货膨胀,是此时国民党面对远比共产党更可怕的敌人。 1948年8月20日,国民政府为控制通货膨胀。 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宣布实行避制改革,以金元券取代法币。 1948年8月21日,蒋介石任命于红军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,赋予警察大权,施行避制改革,限制经济及禁止物价上涨。 不过真正担当的是其副手蒋经国。蒋经国一到上海就立即投入工作。 蒋经国深知,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,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,一开始就雷厉风行,财政部秘书讨起明晰之货币改革的消息,成金牟利被枪决。 杜月生,公子,杜维平等一批大老虎,都在蒋经国的铁罐下锒铛入狱。 经济改革近一个月后,物价明显稳定下来,上海的舆论对此评价很高。 而蒋经国对此并不满意,他的目标不只是控制物价。 更认为,国民党要扭转颓势,必须要扫除腐败势力。 腐败势力之中最令人诟病的就是,恐颂家族的官商部分。 其利用政商关系,取得美国各大厂商在中国独家经销代理权。 垄断了汽车、电器、药品、奢侈品等进口,再仗着特权,申请大量进口配额。 进口博来品在国内以高价出售,数月之间获利数倍,甚至数十倍的暴利。 10月7日,蒋经国下令搜查孔令侃的养子公司总部,查封其所有仓库,并软禁孔令侃,轰动上海。 孔令侃是孔祥熙和宋矮玲的长子,宋美玲很疼爱,且是同几初的外甥。 宋美玲即非上海调解两表兄弟之间的矛盾,蒋经国表示一定要依法办事。 经宋美玲的劝解,最终,养子公司查未抄。 蒋介石恐引起孔家和夫人宋美玲对蒋经国的不满,只好命令蒋经国不要再查下去。 养子公司囤积案在蒋介石亲自干预下,上海警察局对外宣布。 养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,等于宣称是完全合法。 此次的退让显示出蒋经国的打虎之刑,无功而返。 此外,当时政府施行避纸改革,要求民众对换金圆券。 虽然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失望,但由于蒋经国上海打虎,因此还存有一些希望,觉得政府这次是要来真的。 老百姓排队兑换金圆券,结果不到两个月打虎就失败了。 随着蒋经国打虎失败,几个月后,金圆券就成为废纸。 经过币纸改革,老百姓把金银、外币都换了金圆券。 瞬间,兑换的金圆券,让老百姓变得一无所有。 这样一来,蒋介石连普通老百姓的支持也失去了。 1949年初,由于国民政府的军事、经济全面崩溃,蒋介石不得不在1月21日宣布隐退。 从1979年2月,蒋经国日记中记载,想起多少孔宋祸我国,害我家之往事,本来不想再算旧账,但是何能忘焉? 对蒋介石重用孔宋家族,即纵容贪污腐败,导致经济全面崩溃。 老百姓无以生存,就是蒋介石丢了民心的主要原因了。 今天的介绍到这,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观看。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动动你的手指,感谢你的喜欢。